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苍蝇不足为惧 但这个行为却让我们宇文家不爽 所以一旦我们拿到东皇剑 第一个战的就是叶家 你若是现在跟我当个宇文家的媳妇 我还能保你一命 哼 你们也太自信了吧 这可不是自信 而且你大哥叶天龙已经归顺我们了 那个怂包不配姓意 你们对宇文神都太过自信 就凭一个宇文神都 便想在天才辈出的境遇之战拿到东皇剑 哼哼 那是你不知道神都的本事 以我现在的实力 对付宇文振兴他们 只能死战 他一打针锋是一条生死之路 我必须保证明天的自己比今天更强 哥 你又通宵修炼了 嗯 不过你们这一大早的 是要去哪儿啊 清语无忧盟的朋友有事找他 他要去陪朋友几天 所以我专门来陪你了 这个节骨烟有无忧盟的朋友找他 总感觉没什么好事 马上就到太一塔针锋了 清语 你可别错过看我比赛啊 我很快回来 绝不会错过你大厦四方 走了 他五月当空命节的天赋都快赶上我啊 确实也不用担心 到时候随便一出手 都会一鸣惊人 小福 你的家乡 福灵镇快到了吗 没有 没事的 他们虽然结识了你的父母 但你不是说 只要让他们看到你东皇宗弟子的身份 马上就会放人吗 嗯 到了 小福 你不是说山贼霸占了你家的城镇吗 这里哪是城镇 清语 我对不起你 欠你的战 我下辈子再还你 啊 李宣臣 又小福引誘我出来 李宣臣 你想做什么 李清语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我 哼哼 总算把你骗出来了 宇文圣城 你们想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是报复你 我要让你和李天命 被曾经欺辱我 付出惨痛的代价 宇文圣城 你遭遇的一切都是报应 要怪 就怪你自己 报应 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报应 清语 对不起 他们抓了我的父母 你已经没用了 小福 李清语 接下来 轮到你了 你问这帮 畜生 我今日 就借着这满月的光辉 替天行道 真是自不量力 那就陪你玩玩 让你知道 什么是绝望 终于到太医针锋这天了 一定有好戏看 这天文头影只能看到太医塔前两层 真是好奇第三层啊 清语怎么还没回来 查到清语那个朋友 是福灵镇的人 按理说一天前就该回来了 现在奶奶已经亲自去找了 但我总感觉 是无忧猛搞的鬼 别担心 清语自保的能力还是有的 你目前的任务 是在保命的前提下 尽量争取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宝贝 第三层 通关便是太医弟子 但东皇宗的太医弟子 最多不能超过四个 所以 所以你若通关了 到时会安排一场比试 让你从现在的太医弟子里 淘汰一人 今日有点赞个人的太医弟子 今天有很高兴